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顶流男偶像蔡徐坤早前被狗仔爆料一夜情逼女方堕胎的丑闻 因蔡姆介入故人对女子家门口安装针孔摄影机 被发现后闹上警局进行调解 事件爆发之后 让蔡徐坤一夜之间塌房 连带助其参与的综艺节目《奔跑吧》也受到牵连 最终的寿关之战也确定将延期播出 日前《奔跑吧》通过官方社交平台宣布节目《延期播出》 文中写道音编排调整 原定今天本周五20点20分播出的《奔跑吧》将延期播出 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 尽管节目组对延期播出的原因只字未提 但很难不让人和蔡徐坤联系起来 其实在事件爆发后的前两天 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蔡徐坤大概率会没事 可以平稳度过这次危机 毕竟官媒没有发声批评蔡徐坤 只不过蔡徐坤方一直不回应一夜请打开丑闻 任凭舆论发酵 也让人开始忍不住怀疑这件事很可能是真的 而如今《奔跑吧》延期已经间接证明蔡徐坤 而这次节目如果真的无法播出 可谓是损失惨重 不仅如此 通过相关消息来看 原本是要在马来西亚录制收官站 但节目组因为蔡徐坤改了地点 因为刚好蔡徐坤要在泰国开演唱会 而且知情人还透露泰国收官之战篇就是围绕蔡徐坤主打的一个故事 所以节目组并未将蔡徐坤的画面剪辑 打马 因为蔡徐坤的镜头非常多 泰国片那期她是卧底 一旦一剪没 节目的主线也就废了 迫于无奈之下 节目组已经打算将泰国特级作废 最后两期重新找嘉宾录制 但由于形成问题 周深 宋雨琪 王鹤蒂等或无法参与拍摄 只能说最后两期的节目前景堪忧啊 不仅如此 网友发现各方已经开始对蔡徐坤行动了 豆瓣 偶像练习生青春有你二 还包括跑男友她参与的几期节目 皆把她除名了 话虽如此 但不少粉丝依旧在评论区力挺偶像 不知道大家对此事件又有什么想法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 我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